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主播明妹 今天为来再介绍的是一部外星人附身在人类身上 为所欲为的科幻片《隐藏杀手》 一个男人抢劫珠宝殿后遭到了警察的围堵 身中竖枪被炸伤后送到了医院救治 医生对他还能撑到医院来,表示震惊 觉得他应该活不过今晚,卷毛立刻就放心了 因为在几天的时间内,这个小伙子从一个守法公民变成了一个暴徒 四处受杀抢掠,现在既然他快狗蛋了 卷毛也安心地回到警局,准备写结案报告 没想到一个FBI探员找上门来,说要找到这个暴徒 他告诉探员,人就在医院等死 探员惊了,立刻赶到医院 此刻在医院的暴徒突然坐了起来 来到了隔壁床,昏迷大叔的身边 嘴里跑出了一个巨大的外星异形,钻进了大叔的身体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异形在搞鬼 换好新身体的异形,立马坐了起来 愉快地出了院 警员感到的时候,病房里只剩下一具尸体 他跟医院要了大叔的资料 想让卷毛一起协助他抓捕大叔 但是他又不肯说出事情的真相 卷毛当然不可能去抓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另一边,逃脱的异形因为沉迷饮箱店无法自拔 在偷叠的时候,被老板发现 竟然直接把老板打死了 接到报案的卷毛赶到现场 发现嫌疑人竟然就是探员要找的大叔 他立刻察觉到事情不简单 准备协助探员一起调查 就在一天短短的时间里 异形因为对人类的好奇 附身的时候是换完男人换女人 此刻已经附身到了一个性感五娘身上 还借此机会杀掉了一个对五娘图谋不给的男人 卷毛和探员一路寻着线索追到了仓库里 和五娘展开枪战 但是异形根本不怕 站路不怂,这谁顶得住啊 异形不肯乖乖就范,直接跳下了天台 附身到了路过的警察局长的狗身上 再次赶到现场的两人又是一无所获 非常的挫败 卷毛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探员却不肯开口 于是派人去调查探员的身份 探员这才说出自己也是一个外星人的真相 自己的妻儿都死于异形之手 所以一定要首任仇任 多年以来他们已经辗转了几个星球 都无法将异形绳之一发 但正常人哪会相信这份言论 卷毛索性将探员光了起来 但没想到异形居然再次附身到了 参与选举的医员身上 还把卷毛给干掉了 探员不顾众人的阻拦 顶着医员的子弹冲上去 用火焰枪烧死了他 逼出了他身体里的异形 用特制的外星枪消灭了他 可怜的卷毛就这样壮力牺牲了 探员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狗蛋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活了卷毛 这个剧情可真是够随意的 地球人说杀就杀 怕了怕了 不过你们说最后外星人 会不会和卷毛共生 感觉这也是个不错的结局呀 然后就排出一个续集 读业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去打坏蛋哦 科幻间间带你看近 各龙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访订 affect度